大家好 今天是1月28日星期四收市之後 恆生指數跌了700多點 高位累計跌了1500 可能大家都在哭口 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今個月都升了1500點呢? 所以看看你怎樣看 在我心目中 首先牛市確認 升穿26800之後 看30000這個年初第一日回來 已經跟大家說了 到30000點的時候 我都跟你說升3000還想怎樣呢? 做些調整 套點演 等待再跌的時候 再吸納 你說現在跌得夠不夠多? RSI最高87 現在調到51 正路大升市牛市裡頭 如果是調整而不轉勢的話 RSI50正路是一個合適水平 所以現在可不可以樂觀呢? 回頭又這樣說 因為今天 裂口低開之後低走 又不可以完全說可以進取買貨 還有要留意 月初一個裂口上 現在一個裂口下的時候 其實恆生指數有7天在上面 做了一個 叫做倒營的頂部 看看可不可以盡快站穩 2萬9000 會稍為安全一點 目前整體結論 恆生指數 應該就未見底 不過不願意 大家不需要太悲觀 牛市調整而已 板塊方面 留意食品股 康師傅統一 旺旺 以至到 甚至 有隻達利食品 頭頭尾尾 好幾隻 都一起上升 似乎有得炒 我自己看好康師傅 大家留意吧 喜歡才能否則 噢 沒什麼 中文 就會